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梁小辉 今年是民发典施行的第一年 以此为开端 我们今年还有哪些大家关心的立法计划 普通人的意见如何能够进入最高立法进程 现在我们邀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发言人 研究室主任藏铁伟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做出权威介绍 藏主任您好 感谢您接受中国焦点面对面的专访 主持人好 那立法通常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事情 包括它的技术非常的专业 但是民发典的事情让我们觉得 立法可能跟我们民众的正常生活非常相关 那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 那么这部法律呢 民法呢 它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它的一些规范 它涉及的一些制度和规则 确实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是密切的关系到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所以它也确实会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次民法典在物权边加强了对小区业主权利的保护 降低了业主对共同事项这个表决的比例 那么规定呢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申请使用这个建筑物的维修资金 这就关系到千千万万个业主的切身利益了 还有个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继承边啊 也这个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则 这个增加了可以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的这个遗嘱形式 也修改了公正遗嘱效率优先的这个规定 增加了这个遗产管理人制度 比如说我们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边也增加了这个离婚冷静期制度等等 这些具体的制度都会涉及到每一个百姓的切身的利益和日常的生活 那么这波法律出台之后是否意味着民事领域的法律就终结了呢 或者是说我们今年还会有哪一些涉及民生的重点的立法计划将会进行 应当说推进民生领域的立法是一个过程 2021年的立法计划继续推进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的立法 那么其中重点领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推进持续推进民生领域的立法 应当说今年按照立法计划 这方面的立法项目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立法项目中列的是要修改 这个职业教育法 教育法 职业医师法 传染病防治法 国境卫生检疫法 体育法 还要修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安全生产法 序目法 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法 还要制定呢 这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失地保护法 法律援助法 社会救助法 以及文化产业促进法 和家庭教育法 等等法律项目 我们也关注到其中很重要的一部法律就是反食品浪费法 目前这部法律的草案呢 已经公开征求意见了 那据您现在所了解 大家主要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哪里呢 是的 这部法律啊 已经经过12月份 24次常委会的初次审议了 现在已经形成了草案 它的内容吧 它主要是针对各方面反应的突出问题 以餐饮这个环节为切入点 它聚焦在食品的销售和消费反浪费这个问题上 同时呢 做好与即将呃制定的粮食安全保障法等法律的衔接和配套 目的就是为了制止餐饮浪费 节约粮食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促进这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好的 那还有一部法律大家也非常关心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 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刷脸还有扫码的一个社会当中 那请问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对以上的这些行为进行哪一些规范呢 个人信息保护法呢 已经在去年的十月 由全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进行了审议 呃 他主要呢是在民法典保护个人信息的一些规定的基础上那细化充实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制度和具体的规则 草案明确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啊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 比如说要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啊出于明确呃合理的目的 草案还对于处理个人敏感信息 就是包括我们人脸这些生物特征做了专门的规定啊 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就是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要求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 而且要进行事先的风险性评估 嗯 应当说这个人脸识别啊 等等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确实给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我们的这个法律草案也将在广泛的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对个人信息加强保护 好的 这次会议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议程就是审议十四五规划的钢要草案 那日前在这个草案建议搞的征绩过程当中 有很多普通民众的意见也被纳入到了最后的一个规划草案当中了 那相信在我们的立法过程当中 类似的事例应该还有很多 您有没有非常有印象的事例呢 当然有 因为我从事立法工作的时间也将近三十年 所以这个有几个事例啊 我确实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应当说 普通民众对于立法的意见 反映到立法工作机关的渠道是非常畅通 那么普通民众的意见被采纳和吸收到法律草案中 也是经常发生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民众向立法机关反映意见啊 主要有两个渠道 那么第一个渠道呢 就是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这是立法机关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从我国最早一步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法律 是1954年的宪法草案 当时这个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规模是非常的大 包括真真正正的做到了田间地头的 这个工人工厂车间的工人农民 都能听到这部法律草案 从那时起到现在 法律草案征求全社会意见已经经历了60年的历程 应当说这是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比如说这次 刚刚实行的民法典 他在编撰的过程中 先后十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收集的意见有多少呢 有一百多万条 每一条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第二个主要的途径呢 就是通过法工委的立法联系点 那么法工委在2015年和2020年 那么先后两次建立了十个立法联系点 九个是基层立法联系点 一个是高校 那么确实呢 他可以让这个立法工作机构的眼睛和耳朵 直接延伸到田间 地头 工厂 车间 高校 学校 社区 能直接听取基层一线的这个单位干部群众 对法律草案的意见 迄今五年多来 我们呢 先后就八十多部法律草案和立法计划 向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 收到了四千多条意见 其中很多都在法律草案中予以采纳 应当说对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非常的有帮助 除了这两种主要的途径之外 还有许多的途径 公民可以通过 比如说写信 来传真 打电话 甚至有些专家学者当面 到立法机关当面反映意见 这些渠道都是畅通的 曾主任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近些年经常不顾中方的警告 执意出台所谓法案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也注意到您本人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 也多次表示强烈反对 请问未来我们的立法机关是否也会有对等的有效措施 对此进行反制呢 近年来美国参众两院出台了多项反华议案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尤其是去年的12月8号 美国会因为反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和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议员资格认定问题的决定 竟然针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做出所谓的制裁 这是公然借香港问题的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卑劣的行径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也于12月9号发表了谈话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一贯反对外国和境外的势力以任何的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坚定的履行我们的法定职责 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 当然了我们也会视情况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 正如大家已经关注到的 鉴于美方借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我们决定对在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 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国务院官员 议会人员和有关非政府组织人员 及其他们的直系亲属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并且取消美国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待遇 日前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 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 那请问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立法工作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在这次会上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性地位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1月23号栗战书委员长专门主持召开会议 深入研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如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举措 那么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抓好几项工作 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项是立法工作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好两个维护 坚决执行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 那么反属在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事项 重要问题重要情况都要经过全国人大党组向党中央请示 第二项工作呢 就是要积极推进民生领域立法 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重点围绕这个群众 人民群众广泛关心的住房 教育 医疗 养老 保险 那么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 等等 包括这个社会治安等等领域 加快完善 在这些领域的法律制度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 同时呢 我们要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 不断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 使我们的立法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第三项工作呢 就是要积极推进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和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完善法律体系的时候 强调了加快两个字 提出了科学完备统一高效的目标 同时点出了七个领域的这个重点领域的这个立法 包括国家安全 科技创新 生物安全 生态环保 防范风险 涉外法治 以及公共安全 此外 他还就在比较成熟的立法领域 适时开展 法典化 法典编撰工作 以及加快形成完备的涉外法律体系 做出了部署 那么我们正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常委会的工作部署 抓紧工作 加强与各方面的协同配合 形成合力 积极的推进科技领域 重点领域和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好的 非常感谢葬主任接受我们的专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